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 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喜欢茶叶的朋友 老杨私房茶 少少二维码 不然呢 就是加微信的 竹930 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个星期六 圣诞夜 那一天 12月25号吧 我们来做一次 直播互动 北京时间中午 12点到1点 欢迎大家呢 积极参与 我们不见不散 好了 我们来谈一个敏感的话题 这个敏感话题呢 这个主人翁 名字叫刘亚洲 空军上将 李先念的女婿 李先念是前国家主席 刘亚洲上将 如果真的出事 是不是意味着 中国高层 对党政军的 高层的政治地位 要求有越来越严厉的 要求会越来越严厉 所以我相信 我在担心 或者大家都比较担心 二十大之前 高层的政治整数 会不会进一步的加剧 我们对江金泉和这个 曲青山的两篇文章 做了一些分析以后 但是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 仍然始终坚持认为 最近呢 在中央媒体上的户怼 户怼的背后 势必有高层之间 短兵相接的搏杀 我也注意到有人公开放言 因为强监管措施 海内外中国企业的股市 损失数以十万计 这些数以十万计的损失 也是国家资产 他认为应该问责 我感觉 内部 对所有的政策作为 并不是第一件高度一致 但这里面有什么究竟 因为我没有第一手资料 我不敢妄论 但这几天的网络上 围绕着已经退休几年的 原国防大学政委 空军上将 刘亚洲出世的传言 而且传言不断 越滚越多 不进而走 不同版本的说法也不少 最新的消息是 刘亚洲以12月13日 被宣布滞留制 叫滞留 16号被宣布 严重违纪违法 这就要接近 早几天的一段传言 这段传言说 刘亚洲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 被采取留置措施 接受调查审查 这件事情就传达到 大单位的主观 但是还没有对外公开 通过小道消息 也实际上就公开的差不多 我说了这个传言 甚至对刘亚洲上将 有一个定性 这定性很难听 文匹加流氓 混上了大上将 大驱政级 坚持到现在 也很不简单 究竟是什么罪行 让一个70岁的空军上将 被集检委留任 宣布严重违纪违纪违法 接受调查审查呢 这个留言说 开始翻脑账了 刘亚洲在90年代 出任过总参兵总 布庄纪所的政委 制造了一起 全军第二大的案子 走私现代汽车上百台 案值2000多万元 但最后照样升官 去北京空军 北空 北京军区的空军 当政治部副主任 第二 说他83年严打 也有扭了点事 但是找人背了黑锅 当然还讲到 刘亚洲了 如何如何 男女关系 怎么样 这一大段 扯独子事 但是据说 他还把这个写出来 等等的事情 第三 刘亚洲的空军 当创作员的时候 看黄色录像带 差点被抓 但他有这个背景 然后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网友很损 加了这么一句话 刘亚洲做领导干部 不讲政治 做舆论导向 不讲原则 做江湖兄弟 不讲道义 做红颜知己 不讲底线 做人做官而言 此人跟不恨无意 就是这个徐才厚 甚至围观议论 正性一方来讲 跟徐才厚 也都不在一个水准 但我们知道 有一篇文章讲 刘亚洲跟徐才厚 相处了十几年 没有一句说真话 是讲徐才厚 这个不地道 甚至包括徐才厚的女儿 送去给 古剧山的女儿 送给徐才厚 去睡懒觉 也是他说出来 这个小道消息也比较多 给出了这个信息 跟之前刘亚洲的 公众形象 完全不一样 包括几年前 涉及了美其华人演员 白灵的传闻 据说也跟刘亚洲上将有关 刘亚洲自己也是红二代 一门三将 好像他的两个弟弟 也都是在军中工作 还有个弟弟很有名 叫刘亚伟 在美国的卡特研究基金 中心当了研究员 写了不少好文章 刘亚洲除了是已故 国家主席李先恋的女婿之外 他的太太在李小林 他们是武汉大学外文系的 公立文学院的同学 刘亚洲的名字很响 不仅有小说 水笔 几时文学 当然还有很多战略思想的论著 他的很多著作 涉及到国际战略两岸关系 军事党史的文章 在民间社会传播非常广 四川 成都给他出了一个文集 我原来有一套 后来送给 厦门大学的这么一个 马来西亚分校的图书馆去收藏 特别有关金门战役的检讨 两亿战争 中国军改 谴责徐才厚 郭伯雄 谴责军中腐败的红论论文 传播很广 前几年国防大学拍摄了一部电视 性论片 被美国欧角大陆事物 在中国威胁论的一个举重 据说也是刘亚洲主导 2017年刘亚洲 上将被免 有人说是年龄盗戒就退休 但有人说导火线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刘亚洲作为军方总策划 把白领从美国好莱坞找回来担当 一个片子的主演 结果被人们非议的很久 居住在纽约的作家叫毕鲁协 不有邪在他的博客里面说 北京有个哥们来电 说刘亚洲哥俩同时被抓了 这个哥俩可能是另外一个叫 知不知道 刘亚伟不知道 这位北京哥们说 刘亚洲志士甚高 眼里根本没有谁 他根本看不起一尊 一尊 那当然知道是谁 经常散布各种反动言论 举例 刘亚洲公然说 所有中央领导人的道德水平的地常人 别人问是不是包括你的岳户李先念 刘亚洲冷笑的说 我说的是所有中央领导人 毕鲁协问 李先念面子都不管用了吗 据说这个北京哥们冷笑的说 北京官场多么现实啊 已经过去的李先念的面子 还不如一个活着的丰台区区委书记的官场 就叫人情薄良 这位作者说这下可麻烦 像刘亚洲这样的人进去农意 出来就懒了 不动 就是不动 一动 就是把他往石里整 这个人可能也了解北京官场的一些江湖险儿 所以他叹息的说 刘亚洲叫财华横溢 可惜了三个字 当然也有北京的朋友给我发来一段文字 对刘亚洲总的概括 风流替挡 文笔犀利 桀骜不逊 目中无人 最后四个字叫代价来了 这段话导致呢 点出了这个传闻和问题的词字 我注意到12月29号 解放军报 发表署名王辉的文章 题目叫欲财 首先要欲新 什么叫欲新呢 欲新就是强化政治引领 革命金人 要忠于党 忠于国家 忠于军队 忠于事业 是家国情怀的理性升华 具体体现 他特别有这么一句话 现实生活中 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那种功利的投机主义者 即使再有本事 也难堪大任 甚至会对党和军队事业 带来不利影响 这篇文章一如既往 跟过去一样 特别强调政治站位的重要性 我查一下资料 政治站位是2018年 中国十大新闻流行语之一 有关政治站位的度量的解释 是首先表现为政治意识 就是维护党的领导 坚定四个自信 提升执政能力的四意识 政治的坚定性 敏论性 坚别性 执行力要强 其次是站位意识 一 是能否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 把握形式 指导时间 推荡工作 第二 能不能跳出个人和部门利益的 角度思考问题 看待问题 解决问题 说的是方法论 方法论跟政治站位 这个扯在一起也比较牵强 我的理解 政治站位就是选边站 就是西瓜位大边 党政军高层人物的政治站位 就是要像李鸿忠那样的表示 以无我示忠 以小我示忠 以成人之心示忠 以大担当示忠 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 让像尤亚洲这样的 自视甚高的 红二代出身的 前国家主席 成龙快叙 这样一种人 要像李鸿忠同志那样 不停地向习近平表示忠心 估计尤亚洲做不到 其他红二代的高级将领 也未必能做到 刘亚洲被视对目中无人 桀骜不信 看不许一尊 经常发表一尊不一样的言论意见 理所当然 就成了不稳定的因素 成了刘治的对象 刘治之后所谓的那些贪污证据 刚才说的看黄色录像带 什么九二年走私汽车 诸如此类这些东西 和已经入狱八年的薄熙来一样 薄熙来七臭八臭也就五百万 这两个人 和那些动辄上百亿几十亿十几的贪腐官员相比 简直不算什么 但是顶多就是都吃都占你小便宜 但是为了说明留置的合法性 为了说明把那留置以后是严重的违级违法 你看把早些年小年轻看黄色录像的事也可以整出来 给我一个感觉 你这个老兄 你不把一尊放在眼里 非办你不可 归纳这些几句话 第一 刘亚洲上将被留置的消息属实 至少目前的资讯是这样 第二 倒查二十年 也出现在对军队高级将领的整数之上 这个让我们想来有点惊讶 第三 刘亚洲被留置 看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看不起一尊 这当然也是体制内的官场大忌 其他一般出身的人未必敢这样犯上 但是在红二代之中 这一类看不起的应该不是极个别 第四 以这样的理由处理刘亚洲能不能服众 那刘亚洲的杀鸡警猴能不能达到效果 我还有保留 还有疑问 第五 外面说如果刘亚洲几个兄弟都被牵连 尤其是旅居美国的刘亚伟也同时被拘审 这个问题就显得有点错综复杂 除非你查出刘亚洲有真凭实据理通外国或有谋反的人证物证 否则的话过于牵强的留置理由 查下去 未必对维护现任军委主席的形象有利 第六 一个连近七十岁的空军上将 被留置之后再出来 恐怕也很难像以往来样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阳文字 那叫吹吹老矣 连扑老矣 尚能犯否呢 第七 对刘亚洲先生的文字和论述和思想的这种喜爱偏爱 我倒是希望所有的传言最终都是谣言 我认为刘亚洲是迄今为止 中共军中表现最有国际战略观和思想的将领 才华横溢这四个字一点都不加 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官 有思想战略观的文官 就这么收场 也是三个字 很可惜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分享一下 我们的订阅数已经突破了十万 感谢大家长期以来 一以贯之的支持鼓励帮助和编撤 我们还会继续努力 喜欢我们的茶 可以进去里面了解一下 少少鳄鱼马 还是微信足九三零去了解一下 谢谢大家支持 好了 言归正传 又到了历史需要补课这个环节 有关刘亚洲上将军被捕的消息 现在越来越多 据说是军委副主席也同样是红二代的张又霞 负责这个案子的抓捕 刘亚洲的妻子 李小林和他们的家人同时被带走 但已经被释放 抓捕的原因说很多 但是很多说法都自相矛盾 或说是涉及贪腐 涉及资金 出假书 没出书 或涉及女社 或涉及犯上 或还有其他 最不靠谱的说法是他企图军事政变 刘亚洲说是上将军 年轻时候也当过兵 但扛枪的时间肯定不及 拿笔头敲电脑马字的时间多 手中无兵权 一兵一卒都调不动 哪里来什么军事政变 是不是他的话说了太多得罪人的缘故呢 很多人也都有议论 我们来补一段课 从文一下刘亚洲的2019年的一篇 两万多个字的文章 在假申在记 也就是360多年前 明朝明末清初的时候 假申年 他纵凭明末清初1640年的四个皇帝 顺治 其实他说的是多尔滚 从真 李志诚 张献忠 他的文章的表述 观点非常鲜明 非常透出 直指的问题的核心 所以我在想 该不会是近年来 上将军因年蛊惑 写的太多 话说的太直 终于得罪了成风不成 刘亚洲 假申在记 发表2019年9月 应该是23号 这就是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后的第二年 这篇文章很长 刘亚洲劈头盖年的第一句话 360年前 公元1640年 农历甲申年 中国天地大变 一个旧王朝死了 一个新王朝 刚说母胎生出来也死了 一个更新的王朝 约上了历史的舞台 旧王朝指的是崇祯的明朝 一个新王朝 刚出母胎死了 大顺 也就是李志成 一个更新的王朝 说的是清朝 清朝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 也改变了他们自己 他说我们今天的一切 都跟清朝这个王朝有关 他提到了1944年 郭沐洛的延安 写了甲申三百年记 那个时候 已经是革命胜利的前夜 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 夺取全国挣钱 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就西百坡的会议上 毛泽东说的进城赶讨 我们不做李志成 这当年的主旋律 当然刘亚洲说 共产党是人类之旗 旗帜 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面 根本没有参照物 但是他说 事实上 我们当然没有做李志成 但是我们的脉管理 有李志成的血 有意思 1644年 中国有四个皇帝 顺治 他谈的是多尔古人 顺治很快就出家了 崇祯 李志成 张献忠 那好了 这四个人 哪一个人是合格的领袖呢 历史这个女人 只对合格的领袖 敞开怀抱 不合格的 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 我记得 1644年 或者说往后不几年 郑成功也发兵了那一年 郑成功死的那一年35岁 多尔古人死的那一年35岁 李志成死的时候 也是35岁 就是明末清初 南明政权那段时间 就是由三个35岁的人 在决定和改变 中国历史的方向和命运 刘亚洲说 如果把假生年发生的一切 看成是历史的交构 难以交配的话 那么不妨可以这么比喻 老同志这个比喻还很鲜活 从政把房间打扫干净 李志成把床铺好 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贷 最后多尔滚 兴兴兴的云里无山 他谈到古来亡国之君不一 有以九亡者 以色亡者 以暴裂亡者 以奢侈亡者 但是呢 从政皇帝 是以毁灭人才亡者 通南往明死 刘亚洲说 我一个强烈的感觉 从政皇帝 仿佛跟他手下那些人 才真的有深仇大恨似的 非要千方百计 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这里面他觉得 好几个原从患 都是其中一个 他征战天下的战略 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 明虽亡 人才遍地 那今天中国 虽保经而磨难 也能难 人才积极 关键是怎么发现 和使用他们 同样是这批人 在崇祯皇帝首里 是亡国之城 一下到李志成首里 就是阿姨奉承之城 在多尔滚首里 就变成开国之城 他说这个事实 三百年以降 能具有警醒力 同样是这些人 在不同的老板面前 扮演角色 就不一样 刘亚洲 在这篇文章 对崇祯皇帝的批判 是严厉的 一点都不留情面 但是数千年来 中国的社会形态 不仅是人治 而且是一人治 正 祭天下 一人治之下 人才越多 天下越稳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崇祯为什么 不学李世民 不学李游邦 管他 是人才为奴才也好 是奴才为人才也好 总是要源源不断 就开发挖掘 是江山长治久安嘛 崇祯皇帝的性格 决定了悲剧 他的性格决定了命运 他的性格也决定了 一个汉民族的命运 他把自己当天才 把成属当庸裁 难道不幸的是 他自己偏偏是个庸裁 二流的领导 不敢用一流的部署 也就我们平时民间说的 五大郎开店 崇祯 崇祈亮是个三流的角色 敢用谁 人才不用 国家必亡 那好了 崇祯为什么不能用人才呢 史记 史历史资料记载 一 克记 什么叫克记呢 猜记记度 还有克伯 这两个字很简单 克记 崇祖 崇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心 却比 真尖还小 刘亚洲根据 崇祖的性格 认为他可能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忌妒 培根说忌妒 是凶眼 凶眼 崇祖 就是有这么一双凶眼 刘亚洲上将军呢 前上将军的感慨 扼杀人才 扼杀天才 必然鼓励 狗才 狗才 顺便说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 向上爬 斯坦格尔一句话 哪里有向上爬的动机 哪里就有吹捧 向上爬 第二 向上告密 这嫉妒者的眼睛永远是血量 第三 造谣重伤 被造谣者只有掌握了权力 造谣者才会把嫉妒变为恐惧 把仇恨变为崇拜 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 不崇拜天才 写这段话的时候 不知道他受了什么刺激没有 刘亚洲说 在中国 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 最后都是身败名裂 家破人亡 提不同意见 是在举国兼儒中成为自由人的最起码的宣言条件 提不同条件 就是对狗才宣战 但往往失败 要想生存 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 他说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 令外国人叛为官子 四川那个变脸 经济的脸谱 哎呀 这么一说 也别说 也是点谢之语 在刘亚洲眼中 崇祯皇帝张献忠李志诚都不是合格的领导人 李志诚 为什么会输 输在跟崇祯皇帝一样的落点 这个落点 两个性格组合 意思是农民性格兼小家子气 很有意思 在中国 农民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 包括毁掉了发誓不做李志诚的人 他说了这个人 就是毛泽东 那张献忠不值得一提 他不是人是禽兽 他已然变态 为什么变态 他的变态是因为绝望而起 大明王朝 已经被过去的伙伴李志诚推翻 清朝与席卷中原 天下无论如何是能够他来做了 不免自暴自弃 他说张献忠在四川的暴行 千年的岁月也冲刷不去 所以刘亚洲有个结论 贾森林明清顶格战争中 中国无一合格的领导者是多尔滚 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 叫振兴中华 他说多尔滚就是振兴中华的工程 多尔滚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虽然他不是汉族人的骄傲 但是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满清路主中原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拯救了中华民族 不过不能说他拯救了中国文化 世界古代四大文明 今天都不够存在 白吉人希腊人都已经 在过去曾经创造了文明的那个原著族 抠买了 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延续至今 他说恰恰就是少数民族 一次又一次给汉族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别开生命 刘亚洲对多尔滚是倍加赞扬 他引用了赵无极的观点 赵无极说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 这个说法很有争议 但必须看到满清的十三个皇上在帝王群中排名是靠前的 尤其这个明朝的十三个帝王相比 他有一句欣赏的话 对于爱新觉罗氏 他说爱新觉罗氏品种优良 诸氏禅赤 朱元璋这一支 爱新着流世中 佼佼者首推多尔滚 罗尔哈赤有军事天赋 皇太极有政治天赋 多尔滚皆有之 提都不提顺其 他说回顾一下贾森年的历史 清晰看到 多尔滚的成功是身边处用了一个人才班子 也就是精英群 不仅有满族也有汉族 当今世界强国的政府 也有一个精英群 他是靠制度切保精英登上政权的宝塔尖 我说他这个说的这个世界强国的政府 应该指的是美国政府 他的多尔滚呢 是靠感觉 把精英们拢到了他的宝塔尖上 很有意思 按照刘亚州的归纳 精英群有两个特点 第一 有一条连续完整清晰的战略思路 第二 不犯错误少犯错误 犯了错误能够及时纠正错误改正错误 就按共产党说 这是我们的自我革命吧 刘亚州啊 感慨良多 崇祯要图强 但明朝为什么就偏偏不强 崇祯要天下稳定 稳定压倒一切 为什么天下就这样来势汹汹 他一人的脑袋 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 就是最大的不稳定 崇祯那时候在一亿人 咱们今天十四亿人 他全盘汉化的清王朝 在这方面一点都不比明朝好 他虽然疆域宏大 但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少自由 最少创造力的王朝 他谈到了苏联 苏联的崩溃 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 苏联的解体的直接原因 看起来好像是经济的停滞 其实是长期的思想控制 造成了经济的停滞 苏联共产党 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做一样工作 让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 他说丧失的思想 也就是丧失的创造力 甚至丧失的生命力 几十年只能造成二代三代人的智力的衰退 那几百年呢 几千年呢 他是思想的钻断 必然导致权力的钻断 在以毁灭思想为地要的时代 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是死亡 一是投降 相信选择投降的能够多 在古代中国 国 国家为一家治国 一性治国 假生之计 顾言鲁说 有亡国 有亡天下 一朝一姓亡 那是亡国 全民族异族征服 则为之亡天下 这假生年的历史 是既亡国亡天下 天下人不能够为国出力 故 国 亡 国家不能保护人民 故 天下 亡 最前行的道理是什么呢 既然国家是你一家治国 一人治国 我凭什么 拼了一腔乐血去捍卫你 保卫别人的东西 不是我为我的东西 二十四死 不过是二十四家性死而已 帝王 视国家为私产 人民 人民就视国家为商品 这一点 从苏联的解体上 也得到验证 当苏共宣布解散的时候 不仅广大人民群众异常的平静 而且广大的党员 也异常的平静 也就是说 人民无主权 政权难持久 人民不把这个政权 当成自己的政权 而看成当权者的政权 党员不把执政党 看成自己的党 而看成党内当权者的党 绝大多数党员 看着执政党被解散 好像看别的人的党 解散一样 这些人除了拱卫 捍卫 维护自己的利益之外 没有 安慰 拱卫 维护 过别的什么 对苏联共产党的彻底的批判 把苏联的解体 苏共的请服 跟贾森 连 明清顶格战争相提并论 有几句话 归纳一下 第一 贾森在继 洋洋沙沙 两万四千多次 有人认为 这篇文章是由大明王朝灭亡说起 抽丝搏茧 失意雄浑又充满理性的激情 果然是 如果不是一个上将军的大作 我相信这类文章今天基本上很难被公开允许发表 第二 对1640年影响中国的四个历史人物的评点 尤其对多尔滚的评价 我都感到有点意外 但他 词之有计 言之有理 也是很难得一见的一家之言 第三 这篇文章有几个观点 值得大家嗜序的举角 比如说 一个人的脑袋 围着一亿人的脑袋 围着一个人脑袋转 就是最大的不稳定 第二 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唯一 而且法定 这个民族的修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 还有 苏联解体的直接营 看起来好像是经济的停滞 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 造成了经济的停滞 这第三点 这观点就是很有针对性 第四 对贾森三百 60年的历史的回顾和批判 联系到了苏联解体和苏联共产党的轻浮 也联系到了改革开放前30年历史功过的评价 我说很有针对性 也很有启发 最后一句话 这是上将军遇难 是不是因为阴言蛊惑 写得太多 说得太直白 得罪的最高领导人呢 或者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原因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思皇咱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少少二维码到里面了解一下 欢迎大家选购 谢谢大家支持 好 今天来谈一下 继续谈一下刘亚洲 乌有之乡 红歌会网站 刊登了一个文章 大批判文章 对刘亚洲进行批判 这是 极左分子们 揣摩上意 借机落井投石呢 或者是有关方面的受益呢 我个人认为 经济问题归经济问题 以此不分青红照白否定刘亚洲之前的一些文章思想观点 我认为也是另外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当然你要把它当成是政治审判 那只好另当别论 有关刘亚洲上将军和他的袍地鲁亚苏 因为涉及重大经济贪毒问题 被刘智审查的消息 传闻好多天 但始终没有得到中共军方 中共官方的证实 有人说他弟弟刘亚苏在塔院的高级金所 房市的居所被抄家的说法也不少 七个保险柜如何如何 但是这个消息也没有被官方证实 以以往的经验来看 不进而走的小道消息 最终都会被逐渐证实 这就是一个特定的政治封闭系统的新常态 或者是旧常态 乌有之乡红歌会这篇文章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这几天署名关于的刘亚洲批判 在网络上传播非常广 这就文革风气的那种大批判文章 这篇文章对刘亚洲的介绍是这样 从军衔上讲 他承识 共和国的空军上将 就说明现在不一定是了 从朱少讲 他承识国防大学政委 从政治面貌讲 他承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但是这些光鲜的身份 刘亚洲似乎不在乎 不珍惜 这么些年他做了许多对不起这些身份和头衔的事 当然这篇文章主要的指控是 以小说笔法行历史虚无主义之实上纲上线 有几点 第一 他说刘亚洲是用下作的语言召见毛泽东 也把周恩来刻画出两燕派势力小人 善于想黄断泽演技出众的戏子 这主要引述的是刘亚洲文集 其中写到困难时期 他岳父说 李先生说 就那么困难的时候 中南海还举办舞会 他说岳父对我说 文工团的姑娘瘦得皮包骨头 还得装出精神的样子 陪老人家跳 他有一次 老毛泽东拉岳父陪跳 岳父忍不住叹息 多好的人民啊 毛泽东听后一阵 为什么 岳父说 你叫姑娘们把鞋都脱下来 毛泽东说 按李先令副总理的圣子办 你姑娘们脱下鞋 脚都浮肿了 一摁一个坑 半天起不来 毛泽东按难 说以后你们就别来跳舞了 姑娘们却说 我们都想来 毛泽东问为什么 姑娘们说来跳舞 至少管一顿饭 这个我记得哪一个著名的 戴爱年吧 著名的舞蹈家 好在那三年 每个礼拜都到东南海去 开斋一下 改善一下伙食 陪领导人跳舞 还顺便吃饱了一顿饭 他讲的这个文章 大批判文章说 指的是三年困难时期 他说那些令子诸如此类 诸如此类 是活灵活见的细节 是他信口不边 他必须是要有人 亲年所见 亲而可闻 真的是他 岳父说给他 我们不信 这个人他不信 但是很多人都信 全国人民也不信 因为他的岳父 是个乐爱毛主席的光明磊的 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 绝不会用这个下座的言 招加自己的党和领袖 但是关于为了证明 在三年困难时期 没有在中南海开舞会 让小姑娘抱着跳舞 他用了毛泽东脸谱 第四卷 第472页的记载 副市长吴续军说 60年的10月 毛泽东开始试书 不吃肉了 汪东兴说 60年12月毛泽东宣布 从61年1月1日 不吃猪肉和鸡了 但没有说不吃鱼肉和牛 但是说毛泽东 七个月没有吃一口饭 当然对他的女儿李娜 也是这么要求 所以呢 关于认为 在困难时期 中南海开舞会 是刘亚州的信口湖边 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消息 舞会是有的 改善生活是存在的 借着跳舞 就饱吃一顿 也是有的 打着饱鸽跳舞 这也算是常见的一个场面 此外 他还引述了刘亚州 在88年发表的 恩来这一篇文章 说周恩来对毛主席 党中央的忠诚 便他成了虚与伪仪 勤勉治国的智慧 成了禅秀善武 他用怎样恶毒卑鄙的心肠 刻骨的仇恨 才能够编造出如此 龌龊英读的文字 是可忍输不可忍 一下子把他打到了 毛主席和周恩来的 对立面下去 这是第一 污蔑伟大领袖 第二 指称刘亚州是 亲美卖国 以百遍的笔法 制造妥协投降的论调 这里面主要指的是 刘亚州写的 金门战役检讨 这位官渝认为 刘亚州又是用 无边乱造的情节 极力的为台湾 反动式的一个 美帝国主义章目 甚至对解放台湾 统一主国的决心 赤之以鼻 而绞尽脑汁 要阻挠 中国试图用武力 解放台湾的尝试 甚至提出五条理由 把台独势力和美国的 所谓优势 无限夸大 没有丝毫的 求是求是的精神 爱国立场 完全是掌 掌敌人自弃 灭自己 威风 这么一个 还在任上的 解放军上将 对毛泽东 领导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打倒后 逃往边缘 海岛的伪政权 对曾经被毛主席 领导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朝鲜 越南战场 以正义铁琴 痛击过的 子劳和战争贩子 是如此的 露骨的 美化和恶疑 是发出内心的 心里胆寒 还是刺头刺尾的 顶礼膜拜 不得而知了 这也很有意思 第三 刘亚洲编造了 美国体制 优越论 妄图继续忽悠国人 他的另外一篇文章 美国真正的 可怕之处在哪里 调分履息 调裂了美帝国主义 让他感到害怕的 三大重点 精英体制 大气以宽容 精神和道德的 伟大力量 他说 刘亚洲说 美国的精英体制 不可小叙 他的干部制度 他的竞选机制 能够确保 决策者是一批精英 他是我们中国的悲剧 大到国家 小到单位 多数的情况是 有思想的人不决策 决策的人没有思想 有脑子就没有位置 有位置没脑子 他美国不一样 他的宝塔间 体制 可以把一批精英弄上去 必须说 刘亚洲讲的这一点 我还是认同的 当然现在不一样了 也许改变了很多 他又引用了刘亚洲的话说 我的朋友戴旭 说如果一个国家 连自己的国旗都会烧的话 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他呢 他那位 刘亚洲从骨子里 是充满了对 安克鲁 沙克逊 跪拜式的崇拜 他这个感觉 刘亚洲是多么渴望被白人文明征服 他说刘亚洲 常作奇想 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 最新的科学技术 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掌握在美国这些人手上 还是挺合适的 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 总比掌握在利比亚 伊拉克人手中强吧 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 我们能做出些什么来 也未可知 他认为美国这个国家 很多成功的经验 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他认为这就是亲美 卖国 害怕美国 第四点 指称刘亚洲是低级红高级黑 援引的例子是 大型文艺纪录片 文献纪录片 震撼世界的强征 这是16年9月 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中心 八级大型文献纪录片的 震撼世界的强征 这个纪录片闯祸了 很多人反映 纪录片中的主演 主持人串场的是 好莱坞华语女性白玲 这个人他就说 在荧幕上经常丑化 华人演出反动电影 而且是一名燕星 一丝不挂了 诸如此类 他们一个有如此履历的人 竟然被邀请参与 红色纪录片的制作 他们非常尴尬 所以这个事以后 因为广大网友的抵制 有关白玲参与 演出的这部分的视频 被撤掉 白玲本人出面道歉 而刘亚洲 就是这个纪录片的 军方策划人 这位官女开始责问了 这是一张简单的策划 实物吗 显然不是 这个纪录片是国家最高的 电视台制作播放 是为了献礼 长征胜利 八十周年的巨作 没有刘亚洲的权力推动 和层层打招呼 白玲这样的缓共印星 能够通过央视的政审吗 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如果刘亚洲这么做 就要给党和人民抹黑添堵 向纪念长征的热潮泼粪 他相信刘亚洲这个人 一定会受到党纪国法的 严厉制裁 诸如此类吧 很多 很有意思 这是有一贯的乌有之乡的 行文笔法 马德义正词员 至弟有生 诸如此类都来了 我呢 分享几点看法 第一 刘亚洲算是红二代中 比较敢一表他自己 意见看法的人 他被这位官女 指控了很多罪状 出质疑 他出了一套书 叫刘亚洲文局 我也有一套 后来送给马来西亚分校去了 很多文章的民间社会传播很广 他身边也聚集了一篇 有思想文化人在那边碰撞 刘亚洲也因此享有很高的社会知名度 在国内外的知识界 也有自己的江湖地位 他对金门战役的检讨 对西路金惨败的回顾 对两一战争 波斯万战争 美苏侵入阿富汗 以及战后若干 著名战力的分析 包括在朝鲜战争 以及对美国军事机制的检视 跟传统刻板的叙事 明解不同 有自己的张扬个性 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有鲜明的观点 应该说有不少地方 别开生命 也可以列入真知灼见的行列 有关中南海的密文 他也许有自己 比较靠谱的消息来源 写起来比较顺手 有一定的独家性 满足很多观众 八卦的猎奇性 是不是属于故意显摆 那各有评论 困难时期的中南海办舞会 这不需要特别澄清 毛泽东不吃鸡肉 不吃猪肉 但是还是吃牛肉 也还是吃鸡肉 这个期间 毛泽东的蔡普 全部清一溜的鸡肉 这个是有蔡普见证的 关于周恩来的各种描述 如果属于杜撰造谣 理应的出版前被严格审查 即便他是国家主席的女婿 也不应该例外 所以呢 这个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 涉及到刘亚洲将军的思德 外面的传闻也很多 包括在武汉期间的社会传闻 总会把它和另外一些红二代的孩子 红二代胡作 会为搅和在一起 也很多传闻的细节不堪入目 但是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也只是传闻而已 其中有个引爆点 也就是大型文献纪录片 震撼世界的长征 他邀请了曾经在军队的文工团 担任过演员的美籍华人白灵 参与这个片子的拍摄讲解 这究竟是将军个人的性质所致 白灵的招之际来来之能战呢 或者是高干子弟 顽固脾性的发作 这需要有人去澄清调查 你要硬生生的把这个事 上纲上线为低级红高级黑 会不会有点牵强 当然人已经被你留置了 很快就是阶下囚 这一类的罪状也是难以避免 第三 就是论事 如果刘亚洲跟国防金融研究会 跟零下华锦金利太子山西首富 梅老板张新明 跟那些经济关系正着 证据确凿 楼用公款炒股炒房 损失了 讹诈金利太子 各种以前摩斯巧语豪夺 他的重见落马 留置调查 已经是不可逆 当然 所涉及的权钱交易 权钱交易 权涉交易 虽然不至于死罪 但基本上 那基本上所有贪官都有这一条 但是刘亚洲将军看这个情形 要全身而退 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再加上外面传他 桀骜不幸 目中无人 目中无习才要命 制裁傲物 因此被想方设法 治罪 也是没有办法脱逃的 坊间还有传闻说 他代表军方 上书批判 习近平的治军方列 反对习近平的连任 如果属实 那这个案子 就不是经济案 而是政治案 熟悉国际供应室 熟悉士大连术款的 大开杀戒 熟悉中共党内斗争时的 刘亚洲 不可能不知道 自己的下场 一定有单一的 宿命安排 第四 刘亚洲在武汉空军的 成都空军 在国防大学 应该有不少自己的门生 弟子 学生 如果也被清算为政治团伙 到待续 这个至少要写很多检查 那个殃及的面 无法想象 军中现在已无大佬 出面说话 但是 你喜欢 刘亚洲也罢 你不喜欢 刘亚洲也罢 换不着 让乌有之乡 这种货色 来展开对刘亚洲的大批判 这个档次 实在是太低 但是卢克文 周小平们 是写不出 把刘亚洲 批倒批凑 踩上一只脚 将那勇士不得翻身的大字报 这样的大批判 你就让退息二线的胡锡进 他也不至于会继续 昧着良心 乱写一气 第五 中共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一把手 是落实从年治党的牛鼻子 这是习近平最近说的 几次提到了 领导干部 特别是高级干部 他们是习近平眼中的关键少数 所以2022年大陆要抓的 就是这些关键少数 十年磨剑 目标对准的就是这些关键少数 看来 要抓的不是一只老虎 而抓的可能是 关老虎的动物园的园长 这刘亚洲将军看来 也不像是动物园的园长 否则的话 就让乌有之乡 写文这样来批判他 多少也还是有点跌缓 大家说是吧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 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 打赏 来谈谈刘亚洲将军这个案情 刘亚洲将军案 是不是已经进入尾声了呢 网传刘亚洲预定的刑期 是十缓缓刑 缓刑执行 十缓 缓期执行 是不是属实呢 成绩一时的刘亚洲将军案 最近有一些新的传闻 内地的社交网站 有一则文字不进而走 很多人的转载 我收到了十几篇 大致内容如下 关于刘亚洲问题 确认受贿九亿多 九亿多 为女人花钱买房等九千万 以开除党籍移交 司法 刘写了一篇忏悔录 多次引用老大的话 那就是习近平语录 承认十八大后 在海外出版了七八本书 妄议中央 刘变称自己没有贪污 部队官兵的一分钱 都是地方公司老总送我 说自己对不起妻子 对不起岳父母 对不起自己的父母 还有一点 军队的检察院 已经准备好起诉书 预定的刑期是死刑 反刑执行 跟古郡山同样的刑期 谈到他的妻子刘血 李小林 已按组织要求 办了离婚的手续 但还有一个消息说 检方军检方 有人说李小林深度涉案 这几天传得很厉害 刘亚洲将军被刘志调查 或者拘留审查的消息是 去年早些时候就披露了 那么可能更早一点是2021年 12月年底 陆陆续续披露 我们先后做过的三期节目 和大家分享有关案情的进展 当时我们提到了亚洲出事 之前传闻是跟的 国防大学底下 由他自己筹建的 而且他弟弟主管的 国防金融研究院 有直接的关系 这里面涉及到 除了涉及到零下华锦 金锐泰 甚至涉及到 武汉金凤珠宝的黄金套现 那么当然这些案子 因为当时涉及的军方情报机构 或者敏感部门案件 我们记得过去一直被刻意的压制 不准广泛的报道 那么是不是真的跟一项 清高世人的刘亚洲有关 或者是一种 树倒迷孙散的落井下石 但留待官方正式渠道宣布 我们在做澄清 看来也没有澄清 但是呢不进而走 而且消息都有一定的可靠度 当时也有消息说 刘亚洲将军的袍地 沿着二部的那个刘亚书将军 也被刘智调查 看来这个国防金融研究会 这个事儿闹不过去 因为秘书长那就是刘亚书 但来自海外的有些消息也提示 刘亚洲将军跟2015年事发 被大陆媒体起底的山西首富张新民 也有关系 我们记得2015年1月12号 北京的财经杂志 刊发封面报道张新民在起底 一万多字的长篇报道回顾了 号称山西首富的张新民 由于报道牵涉多名退休在职的省部级 甚至更高层面的官 这个报道已经被网信办下令全网删除 2014年8月也传了这位首富张新民 因为涉黑洗钱被警方带走 中纪委在这前几年里宣布 山西是系统性他方性的腐败 华论原来的董事长宋林 就是因为宋林等华论集团高管 在对山西今夜的百亿并购案中 故意放水 致使数十亿的国有资产流失 据说这位张新民在这个案子 从这个案子和交易中套现一百多亿 去年有些时候有人给我提供一份 张新民所在企业 2011年的审计报告 其中有两位很醒目的开支 很具体 第一笔 理先链雇居纪链员的管理费 管理处捐了三千万的人民币 第二笔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 也拿了三千万 一共有六千万 和平发展基金会 那是李小林当会长 那么李先链这个看来 也跟你家有些关系 提供原始资料的人士说 明面上给的钱是六千万 按钱究竟有多少 没有人知道 那这两笔钱 按照那个说法是 2011年就给了刘亚洲将军 好了 如果我们说过提供张新民 2011年的公司审计报告 准确无的话 我相信这些资料 在去年文说刘亚洲将军 有事的时候 中纪委军纪委 甚至包括习近平本人 都掌握的 当时我们就觉得 对刘亚洲将军的下手 会从经济问题 而且会倒查20年 那刘亚洲将军的事 要善了就很不容易 张新民去年还是被监视基础 但是今年我估计也差不了了 张新民曾经向别人说过 是刘亚洲通过周强 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给江苏的法院打招呼 他才得以逃脱重刑 那这里面就多了一条 刘亚洲充当了张新民的黑社会的保护伞 那么张新民则是刘亚洲等人的大金主 张新民是2014年8月4号 凌晨在山西太原被抓 他的第三个老婆叫尼雁平 马上到北京找了刘亚洲 让刘亚洲找王岐山求情创人 根据张新民的司机小刘 是武警转业人士四川人 他说 尼雁平三个月内去见了刘亚洲 其实也不远 太原到北京很快 他说尼雁平是惶惶不可终日 极其的恐慌 每次刘亚洲都安慰他 每次见完刘亚洲 您的情绪就会好很多 熟悉张新民跟刘亚洲关系 互动的人士也曾经跟我表示 刘亚洲为了张新民赤膊上阵 到处的拜山头找关系 完全不顾高级军事将领形象 来帮助张新民 除了有巨大利益之外 他们两个人的性格很合 两个人都喜欢疯狂的玩女人 和女人玩疯狂的游戏 而且两个人身上都是浑身悔气 关于这点批评在湖北任职的时候 跟某一位高级将领的孩子 两个人在军中 这方面的艳文也是不敬而走 但是不管怎么说 究竟是道听途说 而听说刘亚洲出事 天尤家处还是真有事实根据 我相信中纪委军纪委 不可能不对这次事情 做进一步的深入调查 之前也传出是跟白领什么关系 那时候呢 也是道听途说多一点 那我们注意到 刘亚洲将军被双规审查之后 山西陆陆续续也报了一些大尿案 比如说原来山西大同煤矿集团的董事长张有喜被查 其实也跟山西晋阳资产管理公司 被奴用60亿资金这个案子有关 跟金利泰跟国防金融研究院 奴用钱去炒股出本有关 那这笔钱看来也涉及到刘亚洲将军和属下 涉及的金融国际金融研究会 零下华锦金利泰等案有关 那么晋阳资产管理股份有心公司的原来的党总书记 党总织书记原来的董事长叫周玉杰 那么去年也被被捕归案 周玉杰被捕归案 连带他的岳户 云任的山西省财政厅的厅长郑建国 后来应该是在山西省政协任 一个委员会的副主任 都被刘智调查 都跟刘亚洲将军涉及的案情有关 但是去年的早些时候 北京传来的消息说 刘亚洲将军已经被解除刘智 改为监视居住 待遇降为正式级 主要是经济问题 大部分的事情就由他的弟弟刘亚洲扛起来 这个消息之后 围绕刘亚洲将军的消息就成绩了 再就是2023年的最近 这次四处传播了最新的传闻 首先第一 这次的传闻集中在所涉及的经济问题 但是传闻的数额很惊人 确认受贿9亿多 那可不是个小数字 为女人花钱买房等9000万 以开除党籍移交司法 那就双开了 经济奖级都差不多了 第二 一向自私甚高 桀骜不驯的刘亚洲将军 扶手认罪 承认 十八大之后在海外出版了七八本书 而且把自己定罪为妄议中央 很明显出了经济问题 妄议中央 妄议习近平 可能是另外一种逃脱不了的罪 军中的高级将领 上将军 即便退去二线 能还可以保持军职 那给一般的老百姓 那不一样 那要求可以更高 第三 辩称没有贪污 部队官兵一分钱 几个亿都是地方公司的老总送的 我想这个事情也许可以成立 但是为了女人花钱买房 竟然是那么舍得 第一 这个钱来得太容易 第二 看来如果真的是疯狂玩女人 是真的 那么疯狂的给女人买房子 也可能事处有因 第四 李小林已按组织要求办理离婚手续 这算不算是另外一种网开一面 如果他深度涉案 那另当别论 如果没有的话 这用了那句话 夫妻本为同龄鸟 大烂临头 而各自飞 第五 最令人不堪的是 军队的检察院已经准备好起诉书 预定刑期的死刑反刑执行 特别加了一句 跟古俊山同样的刑期 曾几何时海外媒体报道 刘将军 刘亚洲上将在一个内部讲话爆料 指落马的军中巨摊古俊山 曾经给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后献上女星 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女儿也献给了徐才后享用 当时这个报道说 刘亚洲说 过去十年军队成了一个大卖场 什么东西都可以标价 古俊山的文化水平极低 但脑子良好 仅凭他的记忆 他就供出了一千多个人 什么人送的 每一笔钱 多少 什么时候送的 在什么地方送 跟电脑差不多 刘亚洲说 古俊山还为具备 为达目的 不惜一切的能力 而现如今 如果这传闻是真的 刘亚洲跟古俊山享用的判刑 同等的待遇 这叫情何以堪 第六 我们当然也相信传闻未必属实 确认之前继续当传闻来听 但是我们可见 军队的反腐力度 十年之后 没有见丝毫的减落 行不上大夫 行不上上将军 行不上郑国籍 一样 也已经成了一个约定俗成 可能是个党内的规矩 军中难得一见 有战略洞见 有世界观的刘亚洲 七十岁之后 就见了灰飞烟灭 老死囚禁中 对我们这些成就很赞赏 他的文笔才华的人 不免都有很多的叹息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到处说 谈谈辞职事件的一波 辞职事件之后 看中国的脱口秀 究竟还能走多远 我在想一个民族 如果连笑话都需要政治审查 还设置诸多的限制 让他们带着脚料跳舞 那这个民族 还会有希望吗 辞职黄熙在北美的巡演 闹出了一些风波 疫情之后 中国的大外宣 用了两个载体 一个是效果文化的脱口秀的巡演 效果文化个别演言上了春晚 那也是风光一时 中国的脱口秀演员在北美进行巡演 效果脱口秀 北美城市漫游 接着就是辞职黄熙 名为文化输出的脱口秀北美巡演 这些脱口秀带来的人气 那参观众多半是留学生的团体 就成了这段时间在美加地区留学生 热议的话题 我们只在北美走红的脱口秀 明星表演时的内容 总是跟当下的新闻密切相关 说的是老外被北美地区 吐槽各界名人 包括政治领袖 在真贬实证 嬉笑怒骂之间 表达自己的态度观点 进行观点的输出 不拘一格天马行空 胡说报道 观众现场热烈反应 但是中国的脱口秀表演 虽然开始走红 不过我们都知道 在表达题材方面 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不光是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通过审查的可能 当然有些所谓出格的言论 也会被网报 网络攻击 比如说吐槽大会 曾经一期吐槽 中国篮竹和篮球队的节目 甚至受到了新华社 官方空信的批评 因为参加节目 而知名度大增的杨丽 因为有些相对温和的 调侃男性的段子 饱受攻击 什么骂声都有 曾经有人评论 中国脱口秀是带着吊料跳舞 其实带着吊料跳舞 不仅是脱口秀 中国几乎所有的文艺表达 表现方式 都要带着吊料跳舞 这吊料不是他们心甘情愿带 而是有关当局让他带 让中国的脱口秀走出国门 来到了北美 这些演员有种释放款 终有机会说出他们 在中国无法说出的笑话段子 和没有经过审查 通不过的一些笑话 所以这个辞职 他原来跟王建国跟李旦 他们三人合伙 跟王志健他们 闹得很不错 后来就离开了 辞职在北美讲述的敏感内容 这件事 其实在中国国内的网站 也受到很多关注 小小红书 的辞职防吸成了敏感词 没有办法收集任何内容 网易新浪网站 还有很多批判 辞职为利益驱动 诋毁中国的文章 但是大多数的网友 对这种批评的调子 不卖账 不少人说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说什么 我们怎么对他进行批判 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 为什么纠结好或坏 而不纠结真的假呢 哎呀不能说的太多了 导致让大家看看 他们这些说什么 当然当局是不可能 让他们说的 又在中国大陆播放一遍 很多媒体都采访到 包括德国之声 采访的观看的 洛杉矶专场的 辞职黄熙的这个观众 很多观众的觉得 不少网络评论提到的 表演内容很敏感 但是要说有多敏感 也不至于 在美国什么东西 都没有敏感这些说法 辞职的表演之中 没有直接提到习近平的名字 也没有提到六世文革 也没提到维尼熊 包子这类的敏感词 稍微有点敏感的 就是词词谈到了一个卡姆 也就是新疆维吾尔族的 脱臭演员 没有办法办护照 算是稍微涉及了一下 新疆问题 那么大家已经很开心了 有据说有一个涉及领导人的笑话 让满场人笑疯了 什么有观众认为 辞职的脱口秀 尺度对国内来讲很大 但对国外来说不值一提 我们知道这些国内走红的脱口秀艺人 已经在瞄准北美的华人市场 特别是关注国内脱口秀 综艺节目的留学生的市场 那个量也不小 好了他们走出去 能不能挣脱国内的审查制度 给他们试下了种种限制呢 未来的国内的发展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样辞职这样的人回得去 回不去都不清楚 回去会不会再继续让他搞脱口秀 也不知道 但是要在北美脱口秀是这样 华人华裔要婚礼不公不太容易 对于中国大陆脱口秀 很多人都知道特别是上海 上海设有脱口秀的审核机制 就是所谓的剧本库 演出的文本必须经过严格审批 你才能上演 所以在中国大家知道 电视电影等表演都受到严格的管控 那你说这脱口秀不被管控 那才怪 中国有个社群的平台 微博博主的网影格式化 去年10月时期的发帖子说 在上海买票看脱口秀的朋友 如果你去发现主持人不在互动 演员讲的是几年前的老段子 或者看得好像是开放麦 演员讲的是演出的段子 往往扭头 最后一排肯定 坐着一个对稿子的秃头 审查官在现场 对着稿子的审查 这个帖文有900多个回应 有人说有时候不是秃头老头 有时候是老太太 或用辞职点手机的那种 脱口秀不能寄星 不能叫 干脆叫 辞职朗尚大会吧 都已经怕到这个程度 这叫文化大导退 我想 现场表演的时候 有人拿了剧本盯着你的表演 这可能是今天中国脱口秀的现象 现状 我们也知道的外国政治议题和政治人物经常被脱口秀的演员拿来嘲讽 成为了在传统的政治评论之外 以嬉笑怒骂方式来讨论政治形式的一个样态 当然这样的调侃领导人 包括政科长以上的领导人 都是无法想象 中国的脱口秀市场很广大 效果文化有个统计 2020年的10月到2021年的7月 中国全国的脱口秀的演出票房高达人民币级1.21亿 1.2亿元 不多但也不得了 正式参与过商业演出的脱口秀的演员超过500个 2021年的脱口秀大会第四季总播放量超过25亿次 不管怎么说 有一点共识 在海外的脱口秀的行业几乎无法想象 他们都脱口而出 他们的剧本是必须严格审批才能正式上演 上演也只能照本宣科 不可欲越雷迟一步 我跟脱口秀有过接触 当年主持的夜夜谈 曾经邀请到深圳的脱口秀团队 越过罗湖桥 在我的摄影棚呢 在节目亮相 当时我记得除了三昧 落宾还有现在很火的陈鹿 还有梁海元 有一位很资深的脱口秀的演员 在接受我昨天的比访 比头访问是谈到了大陆的脱口秀的一些现象 首先呢 首先呢谈到了中国大陆的脱口秀 其实已经在国内很有声势 几乎每一个经济发展不错的城市都有脱口秀的俱乐部 北上广深杭州 甚至每个城市都有十几家以上的俱乐部 而且脱口秀呢上了春晚 以及有更更好的脱口秀业者的这个行业 他相信的从业者 不会像过去那样苦哈哈的 可能会越过越好 因为今年的脱口秀的春晚节目 这名列收视力第一 就那么几句话 居然还第一 2019年开始 全国各地的新的喜剧俱乐部遍地开花 到了2022年 全国已经超过了200家喜剧的俱乐部脱口秀俱乐部 据说能够登台演出的演员也已经超过1000人 这数字在变化 第二 当局对脱口秀的管理 会不会限制脱口秀的发展空间 这是我的问题 那么这位朋友认为这种管理主要体现在任何一场的 任何一场的脱口秀演出 有任何一场的演出都要到文化局去报批 在中国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受到的管理都是一样的 他认为大家都需要边界 在边界之内还是个出很多高分的作品 不论是电影音乐戏剧还是脱口秀 比如说黄标那也算是三剪七剪一百多集 剪了三十九集 但仍然是很成功的一部影视剧 边界之内还是个优秀作品 但是应该有边界 每个人都有设定自己的边界 所以他明确说出来的限制就是现在的文化审批方式 但是没有专门针对脱口秀这种形式审批 跟戏曲标准的管理差不多 但是没有现场 现场有人看着 但是跟观众互动的部分既性发挥的内容 这没有办法预宣审批 既性发挥已经违规 但是切切实实如果脱口秀没有既性发挥 关现场互动 那你没有办法产生笑声 他认为当局对脱口秀的管理应该有针对性 才能达到管理的目的 又能让这个艺术原汁原味鲜活的生存在舞台上 这很含蓄跪着请求这么一个要求 对于如何看待辞职事件 那么这位朋友说 从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就循规道局 很多已经非常有名的人到了国外 换了国籍之后 忽然风向大变 几乎推翻了自己以前所有立场说话 这例子很多 第二 池子不一样 池子拿的还是中国护照 还是中国国籍 他说了很多很劲爆的 所谓大逆不道的内容 所谓很劲爆的内容 根本上没有任何资源片已流出了 但已经引起了限量打破 但是他相信 池子的劲爆应该不很温和 不管怎么说 还没有真正爆出来 已经爆火到这个程度 这在以前是没有经历过 在海外 也很少见过 所以池子这次呢 做了一个零的突破 第二他认为池子这个事 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做 会给脱口秀行业发展 带来很大的后面影响 他个人不赞成 池子这么说 因为这个内容对行业没有好处 直接会导致同行在国内 讲脱口秀的空间 越来越窄小 审查会越来越严格 池子如果再回来发展 肯定是百害而无一例 说不准他就不回来 这是有关这位朋友的一些回答 但我的问题是 第一 池子事件暴露的问题是 在中国的电视电影等表演的受到 严厉管控之下脱口秀 究竟还会有多少花费的空间 尤其是现场还有 秃头绘华手机的老太太这样看着 这样的脱口秀 是脱口秀吗 第二 中华民族是个擅长幽默的民族 历朝历代 各种民间社会的段子 笑话 昏段子 昏笑话 不进而走 从来没有断过 比如说 孝林广纪 这是乾隆年间整理的 都是历朝历代 这样的很多 第二 在谈到历朝历代 即便是明清文字欲最盛行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杜绝任何的笑话 没有办法杜绝段子 民间说书人的存在 历代的统治者在政治上实现了高压的手段 但对民间无伤大牙的幽默笑话 就是康前年间都是网开一面 他们和民众一样都是愿意自娱自热 开怀一笑 我们知道 清朝理心文字欲 连清风不思智这句话都杀了不少人 但是对孝林广纪就从来没有见过封禁 可见那个时候的封建统治者 也有思想开放了一面 他至少他认同民间的幽默 遗憾的是 封建王朝都可以隆忍的笑话 在当今的中国 却难以被隆忍 第四 中国的脱口秀是改革开放年代的 民间娱乐的方式 是一种艺术形式 我们看到在社会上拥有广泛的市场 一个民族要实现它的伟大复兴 如果连笑话都需要政治审查 都要剧本库 都还要设置诸多的限制 让他们一直带着脚料跳舞 那脱口秀 这种艺术方式 也许还有一点狗活的生存 但是会不会有发展的空间 同时连笑话都要这样的禁止 这个民族还会有希望呢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